破解卖方缺位的悖论 国有资产如何公正地退出 作者秦辉 前些时候国有股减持引起的轩然大波表明 如今国有股能否减持已经不是问题 但国有股如何公正地减持 仍然会引起尖锐的矛盾 中共十六大以后随着国有资产分级管理 各级政府有了明确的处置权 人们普遍预料国有资产退出的进程会加快 但正如减持风波表明的 国有资产能否退出也早已不是问题 但如何公正地退出 这个问题恐怕比减持之争更尖锐 表面上看 退出问题似乎存在着效率与公平之争 重效率者认为关键在于把国有资产及早交给能人 而不必在价格上计较 以其尽快改进经营绩效 重公平者认为 关键在于国有资产必须卖个高价 以避免公共财富流失 至于买主是否能人 他自己会去掂量 如果购买的代价与风险是他自己承担的话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 假如能人不愿出高价怎么办 如果问题仅在于此 那简直太好办了 从市场眼光看 买方净价不就是在凸显能人吗 越是能人应当越能承受出资风险 也越有筹款能力与贷款信用 因此出价最高的买主 如果自己不是能人 至少也是最有可能请能人来管理企业的人 起码要比靠行政权力当伯乐 来钦点能人更可靠一些 以及上述找能人与求高卖价 两个取向本来应当是统一的 严格地讲 这里并没有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然而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 在人力资本与资产要素 并未市场化的情况下 谁有权并且依据什么来确定能人 谁又有权并且依据什么来给企业定价 众所周知 如今公共资产不仅国有资产 转至归原负责人的情况很多 而且在不少地方得到 转至应当让经营者吃大股 经营者中让法人代表吃大股的 红头文件鼓励 但是如果原来企业经营得很差 一致资不抵债 那经营者可以算能人吗 如果他缺席能人 但却故意把企业搞成穷妙 以压低资产价值 低价买下后才发挥能人本事 使企业妙手回春 那么这样的人 岂不是有犯罪之嫌 翻过来说 如果他转至前经营极好 又不挖妙自肥 致使企业升职 如今却要他出高价赎买 那岂不是逞能奖拥 乃至逞连奖贪 但是假如反其道而行 优质资产贱卖而穷妙贵受 那从市场的观点看 简直是倒行逆施 能行得通吗 常规市场经济中的产权交易 并不存在这类问题 道理显而易见 市场机制本身 即是一种有效的定价机制 也是一种能人凸显机制 只要交易权利得到公认 交易双方根据自己利益 讨价还价的结果 各种要素自然会以合适的 各方合议的价格聚集到能人 最能有效利用此要素者手中 如果企业是出售者自己的 谁也不必提防他 可能会见卖了他 如果购买者掏的是自己的钱 他是否能人 还用得着别人操心吗 然而如果企业不是出售者自己的 如果购买者掏的也不是自己的钱 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而且问题的关键 其实还不在于企业不是出售者自己的 因为即便购买者掏的是自己的钱 如果他是与一个并非出售物 所有者的人做交易 如果他因此可以把这场交易 变成绕开所有者的私相授受 而规避了或至少减轻了 本来应该由他自己承担的购买风险 无论阿猫阿狗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减这个便宜 那么人们不但会怀疑价格的合理性 也会怀疑所谓企业落到能人手里的真实性了 因此问题在于上面所说的 只要交易权利得到公认这个前提 在如今的国有资产交易中不是那么好达到的 过去国有资产管理全数不清 哪级政府可以具体处理什么资产是一笔糊涂账 这自然留比无穷 如今明确了国有资产分级管理 各级政府有了具体的资产管理权限 这当然是一大进步 可是不要以为因此某级官员 任意处理属于某级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都可以实现交易权利得到公认 不要以为分级管理可以成为一把上方宝剑 拿到它就可以实行公共资产转让过程中的一涨制了 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 市场经济中交易权利得到公认的基础 与其说是来自成文法的合法性 不如说是来自自然法的合法性 常规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人 卖出他的资产的权利之所以得到公认 本质上并不是由于官方专门颁布法令让他这么做 而是由于他卖的是他自己的东西 他自己承担交易责任 然而当一个官员决策出售他管辖下的一笔公共资产时 他卖掉的不是自己的东西 这一点并不会因国有资产分级管理政策的出台而改变 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限由中央下放到地方 并不等于过去的皇帝把自己的私产分赐给诸侯 充其量这可能理解为把原属于全体国民的资产 量化到某级行政区内的公民集体 该级政府及其首长仍然只是这些资产的看守者 是公民们的管家 一般而言人们都会公认 该级负责官员如果把这些资产中的某些部分决为己有 是构成贪污之罪的 那么根据同样道理 他们如果过于大方地把这些资产处理给他人 而收不回应有的资产 也就不能说是具有合法性的行为 换言之 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某级官员处理某级资产 创造交易权利得到公认的充分条件 因此如今的一种说法是大可置疑的 这种说法把最近出台的国有资产分级管理 称为各级政府分级行使产权 我们知道过去国有资产被认为是产权不明晰的 这当然不是因为那时没有实行分级管理 否则如今分级管理了 产权不就明晰了吗 那还要搞什么产权改革 可见所谓产权不明晰 首先是指这些资产的法定所有者及国民 与实际看守者之间的委托授权 与选择代理关系不明晰 分级管理之后这种状况并未改变 它只是给资产改革创造了条件 而不是产权改革本身 因此所谓分级管理实际上充其量 只是提出了分级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任务 而这种关系在现有条件下依然是不明晰的 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作为国有资产 退出程序的产权交易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交易 笔者曾指出过产权改革中最大的悖论 即卖方缺位 产权改革不管是卖还是分形式上都可以说是交易行为 但产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产权可交易 而不是如表面上那样似乎是要找到能人或确定价格 道理很简单 如果产权已经可交易 资源自可优化配置 能人与价格都不会成为问题 何必还要改革 但是如果产权不可交易 又怎样改革呢 从逻辑上讲 要交易必先有卖方 而卖方就是原所有者 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 如果分级管理 就是属于该级行政区内的全体公民 决策官员只是看守这资产 但如今条件下 产权改革却是一场国民无法参与的看守者交易 看守者出售归其看守 却非其所有的东西 其目的就是要产生卖方 然而卖方既尚未产生 交易又从何进行 从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 无非只有两种途径 一是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国民 如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 以产生初始卖方 然后由他们来交易 二是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 及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委托代理关系 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 我们不采取捷克式的分配方式 使出于中国国情方面的考虑 这也许是明智的 但这就提出了在决策领域 以及行政领域建立公共选择 公共授权 公共监督机制的问题 如果看守者交易 无需授权 也不受监督 那就很难避免这样的产权改革 变成坚守自盗 相反 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规范化的代理交易中 正如通常的市场交易那样 定价与买主问题 都是好解决的 进一步分析可知 卖方缺位的交易 不可能是通常所说的双方交易 它实质上是关于 初始交易权利设置的公共选择 笔者曾通俗地讲过 经济转轨好比分家 这个比喻不能狭隘地 只理解为公共资产的量化到个人 从实质上讲 计划经济就是交易权力 高度集中于计划者的经济 而市场经济则是交易权力 高度分散的经济 因而由前者向后者的转轨 不管形式上 有没有分配资产的程序 实际上都意味着 初始交易权利的分配 这样一个过程 是不能只有看守者 与买主双方讨价还价的 即使最终交易在双方之间达成 由看守者成为公众委托 与监督下的代理交易者的过程 也离不开公共选择 国有股减持引起的广泛讨论 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就是一个例证 毋庸讳言 公共选择过程 就是民主过程 国有资产退出过程 要公开 公平 公正 没有民主 是不行的 这也就是 中共十六大 在加快国际改革的同时 提出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道理 如今不少学者鼓吹 以经济民主矫正市场经济中缺乏平等之比 其实如果要讲经济民主 其他领域的民主另当别论 也只有在转轨过程中才有意义 市场经济讲的是自由交换 而非多数决定 在逻辑上 自无所谓经济民主 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父子经济 儿子固然不能选择父亲 父亲却也不能不照管儿子 而既然反正不管谁做父亲 儿子们都能得到保障 选择父亲的权利 似乎也不那么必要 这样也就谈不上经济民主 只有在由后者向前者的转轨中 人们不能再指望 看守者承担父亲的责任 自然就要对交给他看守的家产多留意 如何处置 也得跟大家有个商量 不能由看守者任意行使 无负责地付权了 统治者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样的民主理念 无论在市场经济 还是在计划经济中 都并非一种经济理念 唯有在转轨经济中 它自然地具有了经济意义 这就是看守者的权利 必须来自公民们 所有者的同意 代理交易 必须经过被代理者的委托 并接受后者的质询和监督 父子经济时代 有名无实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转轨时代需要名识相符 不是吗 只有通过经济民主 实现公正的退出之后 那时才能形成 亲兄弟明算账的正常交易秩序 因此 一位转轨经济学家曾经说过 民主国家 无论以怎样的价格 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 都是合法的 而不民主的国家 无论以怎样的价格 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 都不合法 这话是过于急而言之了 但从逻辑上讲 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其实应当说 民主国家也远不是 不论怎样出售公共资产都合法 但公共资产退出的合法性 有赖于民实相符的委托代理关系 即有赖于公共选择 或约有赖于民主 哪怕是渐进民主 但不能是替民做主 则是前真晚确的 如今从事国有资产退出事务的官员 常常抱怨工作难做 说是无论怎样成交 社会上都会有说辞 什么样的价格都嫌低 什么样的买主都被怀疑是内部人 什么样的善后措施 供人都有意见 而一旦意见闹大 你就成了替罪羊 其实我们哪里得到过什么好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当然可以有很多说法 或者怪人们觉悟低 不懂得看成败 人生豪迈 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大道理 或者说人们失落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忘记了父亲让老二上大学 老大打工供养他 只要认同大家庭 就不会觉得不公平的股训 或者人们吃惯了大锅饭 患上了红眼病 养不成市场观念与风险意识 或者工人落后了 凡不如保守的农民 当年定生死文书 按血手印 也要冒死冲出人民公社限制 当然也可能 穷妙富方丈的势力太多 借改革之名坚守自盗者 糟蹋了转制的名声 致使好人也受连累被怀疑 或者国有资产定价与找主 在技术上都是难事 很难说什么样的价和什么样的主是合适的 什么样的价和什么样的主就不合适 于是也就无论怎么样 人家都会有说辞 等等 但在笔者看来 最根本的原因 还在于缺少那种 名识相符的委托代理关系 没有这种关系 人们总有理由 对看守者交易感到不放心 交易权利的合法性 如果引起怀疑 那的确是什么样的交易价格 和什么样的买主 都难以让人满意的 而交易权利的合法性 如果能够确立 其实价格与买主 怎么会成问题 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 只要有奖价的自由 世上哪有卖不出去的资产 的确是这样 但问题恰恰在于 看守者既不是卖自己的东西 又没有令人信服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奖价的自由 从何说起呢 应该说 为了使国有资产的退出过程 具有公信力 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 都想了不少办法 做出了很大努力 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例如 重庆市打算设立产权交易所 明确规定 国有产权必须进厂交易 厂外交易无效 一些地方还成立了评估公司 为国有资产定价 这些做法比过去一些案例中 决策者靠下红头文件 用行政权力来界定产权给内部人 无疑要理性得多 但是这些办法的局限性 仍然很明显 首先 产权交易所本身 有没有委托代理关系 不清晰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而又用它来垄断产权交易活动 可能还免不了要从中收取费用 那恐怕会令人想起 旧时有权势者 在自己势力范围内 指定地点 拒赌抽头的故事 同样 评估公司本身的公信力 也是个问题 市场经济国家的资产评估公司 与会计事务所之类的 中介评估机构 本身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 靠同类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以其评估质量赢得客户 来建立信誉 就这样也还偶有 如最近美国安达信 会计公司那样的丑闻出现 我们的评估公司 如果是官办的 靠起来评估官营资产 本身就有个 因缺乏独立性 而无法正性的局限 如果是私营的 在目前这个 存在严重诚信危机的 幼稚市场上 如何取信于事 也是个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 即便是非常技术化的评估 也只能成为 交易谈判的基础 最后的成交价 还是要在讨价还价中产生 因此仍然需要一个 受公众委托 代表公众利益的卖方 去溢价 换言之 资产评估中介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但它本身不能解决 交易权利领域的问题 一个常识是 未经我授权的人 能够哪怕是根据 可靠的评估价 就擅自出售 我的东西吗 所以 溢价技术的进步 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但它并不能取代 公共选择 委托代理关系 与民主在确立 退出公正性上的地位 当然 民主对于国有资产 公正退出是必要的 但并非充分条件 俄罗斯的教训 即表明 那里的民主还不健全 也表明 对于公正的转轨而言 仅有民主是不够的 例如 退出作为一种程序 需要法制来提供 基本的规则 可是我们的产权明晰 乡镇企业转制 国有资产退出 已经进行了很久 却一直处在 少说多做 只做不说 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这倒不见得会影响进度 只做不说的转轨 也完全可以雷厉风行 一点不亚于 说得多做得少的 修课疗法 只是这样的做法 难免有过浓的 暗箱操作色彩 很难做到公正 当今世界 经济转轨 虽已是大趋势 但自发私有化 无论在东西方 还是在转轨国家 都是个贬义词 就是这个道理 尽管如今 已有立法太烂 有法不一之说 但是对于处置公共资产 这样的大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立个法呢 比方说叫国资退出法 产权明晰法 不管叫什么 它应该既体现公共委托 与监督下代理交易的公正精神 也有关于资产评估 公开竞价 过失问责等程序性规定 以便退出过程 能够合乎程序正义 并进而在这一基础上 而绝不是破坏这一基础 尽可能争取实质正义 并且用了 这种线 不合选顺